你會不會很怕老呢? 其實我覺得自己一直以來都不是很怕老的 因為我覺得隨著年紀大了 歷練多了 自信應該是越來越多才對的 就算老都是很自然的事 一直去到去年年中的時候 突然間很多工作都是要連日浸泳池水 曝曬、厚厚的防曬防水妝 我真的覺得自己的樣子殘了很多 然後那段時間開始 我的照片都要尾肌得很厲害才敢負責 我討厭的是這種身體不堪一擊 皮膚狀態講不上工作進度的感覺 而那天當我剪的這段片這個定格的時候 我真的保留了它 因為真的好殘好痠 於是我都為自己選擇適合的抗衰露精華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真的要時間去試 好幸運經過幾個月之後 我發現了一些很好的產品 今天會介紹 而在這幾個月裡面 我亦都詳細記錄了自己的狀況 我發現我自己真的可以 不需要再用尾肌功能 雖然這件事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和我的相機其實都很漂亮 但有些事不是尾肌就能解決到的 例如化妝的時候 貼臉的程度 整個輪廓是否銷 而去到12月的時候 我真的肯定我要這幾個產品上架了 因為我真的看到自己的皮膚飽滿了 相機 尾肌用到出神入化 難道我又告訴你嗎 但我自己都需要誠實地記錄這件事 今次看回這個對比 我就有信心把這個產品介紹給你們 跟大家直擊報道 今個星期 我們翻了一些很大的東西 怎樣為之很大的新產品呢 它是很濃度 很濃度 把很多東西壓縮在兩款產品上 這個很大的是什麼新貨呢 分別是來自我們兩個老朋友 一個是BB Lab 一個是EPIONS的精華 我們先說BB Lab這個 這個其實它是原液 也不能說是精華 原液的要求 不要說是更高 但就不同了 原液的要求 首先它是水溶性的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拆出來的話 真是可憐 是很細枝的 但你聽完我說 你就明白了 是這麼細枝 好像醫生打針那枝 這麼細枝 什麼叫原液呢 它好像水一樣 水溶性的 然後它就是沒有任何 那些介面劑 乳化劑 防腐劑 沒有的 原液正常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你要自己生產一個產品 你需要那個成分 那你就把原液加進去 原液就是那樣 就像我之前說的 EGF 它不是有EGF 它就是那樣 所以為什麼這麼細枝呢 就是因為你單用很強 很激 如果你想要這個成分 來混入自己的產品 都可以 因為它是原液 它裡面沒有其他成分 那BB呢 翻了兩個什麼原液呢 一個呢 是你會看到的 就是這個橙色的 這個呢 有透明質酸 膠原蛋白 和彈力蛋白的原液 那就是 完全它的質地不是張狀 還是怎樣 直接就是吸收的一個 透明質酸 那適合什麼時候用呢 我自己就覺得是 複膚之後 但這個真的是個人的建議 因為有些人做完複膚 可能用回醫生給的護膚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時候你的皮膚 是最需要最需要補充這些 有些人就說 做完複膚之後 可能吃抗菌 或者茶 那樣 我覺得這個就最直接 它真的絕對就是透明質酸 抗菌 抗菌 和 所以一次過你做完之後 直接就是很吸收的 這樣下去 皮膚上 這個就最明顯 是應該要這樣做 那另外呢 就是很殘忍的時候 化妝之前 可以用它 那你剛才看到 它是一個玻璃瓶 這樣 但它給你一個頭 所以你可以吸收回去 而且也是 它沒有防腐劑的 所以Shout Life等等 那些 大家就inbox問我們 都會告訴你們 那這個呢 另外 講到BB Lab 不會不說的 就是它的胎盤素 這個是胎盤素原液 可以給大家看看它的樣子 也是一樣 好像醫生打針那支玻璃 那個 那個瓶 它是玻璃 也是一樣 它就是胎盤素 各位觀眾 它就是the胎盤素 它不是有胎盤素 所以如果大家想把它加進一些東西裡 你自己考慮 我不會逐樣逐樣告訴你 哪些東西加得 哪些東西不加得 都是一樣 它給你一個概念 你可以分開來用 你可以在很殘的時候用 那胎盤素用來做些什麼呢 之前介紹BB Lab這個牌子的時候 已經講過 如果怕的朋友 又或者有擔心的朋友 很簡單 就不要用了 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問我們 我們都可以再詳細解答 這兩樣都是因為有牽涉一些以前講過的東西 所以就今天不在這裡再講 如果大家有興趣問的話 當然可以inbox我們 那好了 跟著呢 Epionce都出了新的東西 這三樣東西 一次過回來真的很神奇 因為我們經常被人投訴 我們A4 News Store沒有精華 我們除了美白精華 是沒有精華的 那還有的 有一個Ameok的Slow Agent 都算是精華 但真的沒有日常有指定功能的精華 Epionce 我真的可以 但是很不心虛地說 萬眾期待 Epionce出精華 因為其實很久之前都有問過 會不會有些 就是general平時用 提升僅致anti agent repair 收護等等 總之不是美白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要美白的 那有沒有一支這樣的精華 有了 Epionce終於出一支很厲害的精華 真的都很欣賞他們 他們要麼不出 要麼就出一支很厲害 說到Epionce又要出動那些很複雜的稿 報新聞 好像 Epionce這支是什麼精華呢 這支叫做IBS 我們叫做Intense Defense Serum 一支我們叫做抗敵精華 但我想大家叫IBS可能容易一些 厲害了 有什麼特別呢 它是市面上唯一一種 裡面有維他命ABCDE同時 在裡面出現的精華 是超級超級強的抗氧化 抗炎的功能 以及可以刺激那些細胞的更生 提升皮膚的質素 是很厲害的 因為是不會有精華 有ABCDE 真的很偏門 不知道在哪裡找出來的 我不知道 但真的沒有 市場上香港賣的就沒有 亦都很需要一些科技和研究 才令到這五隻東西可以黏在一起 因為這五隻東西 各自他們需要維持在最活躍的情況 的條件都不同 所以這裏也包含了Epionce的科技 它有什麼特點呢 就是它結合了所有你要的維他命 ABCDE 有很多臨床實症 而且它沒有paraben 照舊 很滲透 很清爽 有多清爽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擠出來是淡淡黃色 是很水的 還有很大股植物的味 很美麗的味道 它是很清爽 我覺得雖然它說anti-aging 或者 repair 但年輕女兒其實都適合用的 年輕皮膚其實都適合用 另外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臨床實症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Epionce也說過一萬次 它是一個醫美品牌 它很aware 除了成份之外 就是有效的程度 所以它會做很多臨床實症 而且它不是找兩個人 那兩個人是八歲的 所以用完很有效 不是這樣欺騙你的test 它是真的 如果你看回之前 最多人看介紹Epionce的品牌 那條影片 你就知道它會找很多人 很fair的 用不同的產品 然後相同的條件 去比較產品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很厲害 對於紫外光的一些傷害 又或者是真的就是aging 以及一些已經失去彈性的皮膚 是很適合的 裡面有什麼成份呢 當然我不詳細說 因為其實挺複雜的 剛才說了有維他命ABCDE 維他命ABCDE在哪裡來的呢 裡面有鹹蜂草 蜜瓜的提取物 樹莓種子油 紅木種子提取物 很多很多 其實我再答出來這些植物的名字 都沒什麼意義 當然會分給大家 但是想告訴你們的 譬如很特別 它在這棵草裡提取維他命A 那棵草裡提取維他命C 然後經過一些很複雜的process 將這些東西放在一起 令它在同一支東西裡面 都是active的 然後平時我是不喜歡compare的 大家都知道我覺得 人人都有權選擇不同的東西 我很少說 我這支便宜過 外面多貴多貴那支 都比他好 很少這樣說 但EPIONS是因為 它會跟類似的牌子比較 好像之前美白精華 我為什麼說得那麼厲害 就是因為它跟一些同樣 都是醫生品牌的 可能OBACHE這樣比較 它真的厲害很多 有數據在這裡 所以這次IDS隆重其事 都是一支我們叫做神級精華 都是有少少這些比較 首先就是 如果它跟Skin Medica比較 頭一個星期 基本上 IDS可以做到 即時去改善柚紋 皺紋的話 有多少人認為是好 優勝過另外一個牌子 是94% 另外跟Skin Cuticles比較 都是一些醫生品牌 它跟之前那個也是一樣 都是那些參加者 都會比較prefer IDS 這個TES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它抗衰老的功效是快 和傷害是少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很fair 我去看這些比較的時候 我都會去想 其他的醫美品牌 可能都會有它的好處 有不同的特點 但我找到Epionce的特點 是大家會想要的 是快的效果 而這一支唯一 也很公平地說 它也有它的缺點 就是我覺得 它是有一點兒 是很厲害 太厲害 雖然你好像覺得沒有什麼 我剛才塗了手吸收了 但是塗那一下 有少少刺激性 如果你本身是暗瘡性皮膚 我就不建議你用 當然你說少暗 跟我差不多 有些暗瘡 有時候會有些暗粒 都OK 有什麼最保險的做法 就是你把它加到Renewal Facial Lotion 或者Renewal Facial Cream 你就不要分層塗 你一次過把它倒進去 塗進去 我們試的時候 也有些朋友 開始塗的時候覺得 嘩 刺激地 我們連這個刺激地 我們都不要了 因為不要大家冒險 所以我們就連這個 加激地的感覺都解決 你可以落到Renewal Facial Lotion 一次過塗 但如果本身皮膚都OK 又沒有什麼暗瘡 沒有什麼暗粒 你可以單塗 那它的抗衰露的效果 就會是最明顯 就是對抗右紋 皺紋 還有很大 那樣東西 都可以幫你 提升一點 其實我用了這個 我一開始也是 我都不敢單用 你知道我也是爆瘡 所以我就加到Renewal Facial Lotion 那裡用 結果也是非常滿意的 覺得用完之後 是飽滿一點的 雖然我不是很durr的那一批 但是用完之後 你會有些細紋 眼紋 好像覺得 胸膚都不用做得那麼密 我覺得這個是好用的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